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欢迎来到禅意。 人生所是无数,若全然在乎,那便是数不尽的烦恼与心结。 若泰然心安,则一眼望去,皆是静海无边,正所谓心安,生活才会安然,身心才会自在,心宽,人生才会安定,福德才会自来。 谭经中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 感悟不通,真正的福田,不是力所明长,而是心灵定静与安宁,心的格局就是人生的格局,心宽,天地皆宽,心安,处处皆安,人生是一场修行,修身先修心。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人到中年,活在当下,珍惜眼前,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希望大家能点击关注,您的点赞与评论也是对我节目最大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喜欢。 我们先来听一则故事,一只饥饿的老虎,有一个人在森林中漫游的时候,突然遇见了一只饥饿的老虎,老虎大吼一声,就扑了上来。 他立刻用声停最大的力气和最快的速度逃开,但是老虎紧追不舍,他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最后被老虎逼到断崖边上,站在悬崖边上,他想,与其被老虎捉到,活活被咬肢解,还不如跳入悬崖,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他纵身跳入悬崖。 非常幸运地卡在一棵树上,那是长在断崖边的梅树,树上接满了梅子,正在庆幸的时候,他听到断崖深处传来巨大的吼声,往崖底望去,原来有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抬头看着他,狮子的声音使他心战,但转念一想,狮子与老虎是相同的猛兽。 被什么吃掉都是一样的,当他一放下心,又听见了一阵声音,仔细一看,一黑一白的两只老鼠正用力地咬着梅树的树干,他先是一阵惊慌,立刻又放心了,他想被老鼠咬断树干爹死总比被狮子咬好,情绪平复下来后,他感到肚子有点饿。 看到梅子长得正好,就踩了一些吃起来,他觉得一辈子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梅子,找到一个三角形树鸭休息,他想着既然迟早都要死,不如在死前好好睡上一觉吧。 他在树上沉沉地睡去了,睡醒之后,他发现黑白老鼠不见了,老虎狮子也不见了。 他顺着树枝小心翼翼地攀上悬崖,终于脱离险境,原来就在他睡着的时候,饥饿的老虎按捺不住,终于大吼一声跳下悬崖。 黑白老鼠听到老虎的吼声,惊慌逃走了,跳下悬崖的老虎与牙下的狮子,则展开激烈地打斗,双双负伤逃走了。 由我们诞生那一刻开始,苦难就像饥饿的老虎,一直追赶着我们,死亡就像一头凶猛的狮子,一直在悬崖的尽头等待白天和黑夜的交替,就像黑白老鼠不停地正用力咬着我们暂时栖身的生活之树,总有一天,我们会落入狮子的口中。 既然知道了生命中最坏的情景是死亡,唯一的路就是安然地享受树上甜美的果子,然后安心地睡觉,好好地享受你在世上的每一分每一秒。 如果刚才你和另一半或是和家人为了芝麻绿豆的事闹翻了,现在头顶还在生烟的话,请你看看那晴朗的天空和那飘渺的白云。 其实你又错过了美好的一天呀,今天终将成为回忆,人到中年,活在当下,珍惜眼前,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事。 樱桃先生讲,结在一剪眉中探道,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榴莲的光阴很容易把人抛在身后,樱桃才红。 樱桃又绿了,岁月催人老,若干年以后,当此时成为彼时,当今日的美好成为明日的回忆,我们也成了时光里的故事。 人总是这样在现在的时光里怀念过去的时光,然后感叹岁月无情,所以我们才更要懂得珍惜,珍惜此刻的笑与泪。 因为当下的点点滴滴都将成为往后最美好的回味,就像我们无比怀念往昔的时光一样,人民日报有一座时光博物馆,馆内陈列着从1978年到2018年这40年来各种岁月里的物件,记录着曾经点点滴滴的幸福。 那是我们时光里的美好记忆。 里面有一间大大的杂货店,有糖果,有时髦的军大衣和喇叭,夏天有冰可乐,冬天有糖葫芦在里面,母亲的病脚还没有白发,父亲的单车载起了整个家。 在时光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那份美好,我们曾经拥有。 杨将先生曾说我们总是为了太多遥不可及的东西去奔命,却忘了人生真正的幸福,不过就是灯火阑珊的温暖和柴米油盐的充实。 说到底,珍惜是拥有的途径,知足是幸福的根源,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明明有机会做,却没做,有很多东西,明明已经拥有,却不断忽视,常言道,知足常乐。 懂得知足的人,必定是快乐的,一个懂得知足的人,钱财名利皆是浮云,开心愉悦才是最重要的,他们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倍感珍惜,心怀感恩,不会羡慕别人所拥有的,更不会,会嫉妒别人的幸福,懂得知足的人心胸豁达,不会因失去而心生抱怨。 不会因贫穷而闷闷不乐,在他们心中拥有极是幸福,知足便是幸福在明朝有一位名叫胡九勺的人,他每天都会焚香拜佛,感谢上天给予他一天的幸福,妻子看见,便笑道咱们一日三餐都是粗茶淡饭,又怎能谈上是享清福呢? 虎九勺缺缓缓缓到来一来,咱们在太平盛世没有受战争之苦。 二来,咱们衣食无忧,有一穿有饭吃,三来身体健康,没有病人,没有犯错被关到大牢,这样日子怎么不是享清福呢? 是啊 知足便是人生最美的状态 知足才能没有忧愁 知足才能内心平静 知足才能拥有最纯粹的快乐 曾广贤文中提到两 田万寝 日食一生 广煞千间 夜眠八尺 即使拥有万寝良田 每日也只能吃掉一生米 纵然有千万间房屋 每天睡觉时也只占用八尺之地 很多时候不是拥有的不够多 而是内心不知足 知足中常乐 淡泊中 进去 如果你能够领悟这一道理 你将会如释重负 因为只有懂得放下 才能掌握当下 当我们怀念过去的时候 时常会感到遗憾 这正是由于我们不懂珍惜 我们能做的就是活在当下 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 当我们学会珍惜 懂得知足 便明白了生活的真谛 让心安静下来 活好当下 才是消除忧虑的最佳方式 亚里士多德曾言 一个人在生活中 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忧虑 如果把忧虑的时间用来分析和看清事实 那么忧虑就会在我们智慧的光芒下消失 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的胡思乱想 内心会变得急躁不安 人常常处于忧虑和迷茫之中 然而面对这样的状况 我们总是急着想办法 把这些忧虑消除掉 却不曾想过凡事都要把本赛源 若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那么即使再勤奋清除 忧虑还是会滋生 所谓的根源便是我们的内心 只有心灵上得到安宁 才能消除掉忧虑和迷茫 有一位记者曾经对一家著名报社的发行人进行采访 报社的发行人跟他说了这么一件事 当时国家战火不断 我很担心未来的日子 以至于寝食难安 每当睡不着的时候 我就会找出颜料和画布 对着镜子画下自己的自画像 一开始 他对画画还一无所知 只是为了 本于自己注意力 想尽快消除忧愁 好好入睡 而这时 画里的人像显示出来的样子 也是忧愁的 后来 他在一首赞美诗里发现了自己的座右鸣 这首诗里写道 请指引我仁慈的灯光 请你藏在我脚旁 我并不想看到远方的风景 只要一步就好 他才醒悟 太过于思前想后 并不能对未来有帮助 让心安静下来 不拘安思危 活好当下 才是消除忧虑的最佳方式 从此 他对未来的担忧少了许多 对很多事都选择了 用随遇而安的态度代之 人果然踏实了许多 而画中的字画像 也跟着变得喜感了起来 想起这么一句古话 心若清静 风奈我何 不染尘埃 清风自来 心静了 很多事情 才能慢慢看得清楚 人也才能看透 看 分担许多心理学家 阿尔费雷德·安德尔说 人类的一个最奇妙特征 就是具有把复辩证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 就是心静的力量 心静了 一切都随遇而安 忧伤便烟消云散 心静了 一切都从容淡定 烦恼便随风而去 心静犹如人生路上的一盏绿灯 一个人越是心静 人生便会越顺畅 林清玄曾说过 当我们活在当下的那一刻 才能斩断过去的忧愁 和未来的恐惧 当我们斩断过去的忧愁 和未来的恐惧 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即便生活充满了变数 但走得坚定有力的人 一定会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人生所有的美好 都在当下的时光里 在春天 在桃园 在我们所能感知到的 每一个欢乐的瞬间 就像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 在天真的预言中 所写一杀一世界 一花一天堂 双手握无限刹那是永恒 那份人生当下里的美好 既是刹那 也是永恒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更多的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